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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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總經理 張市長 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夥伴 大家午安 前面聽到郭總經理講的一段話 講到我心甘 我作為父親 老爸已經大學畢業了 現在比較覺得母親節重要一點 我這裡要問一下大家 這裡在座30歲以下的請舉手 30歲以下的請舉手 恭喜你們 你們可能要記得傳承這個名歌 我一進來就感覺到 真的是我們四五年級那個時代的我們的回憶 我想很高興就是這次能夠跟我們的慌慌中史集團 一起來聯合主辦這樣子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尤其在這個父親節的前戲 格外覺得溫馨 我是一個心臟科的醫生 我要告訴各位 我覺得我心醫其實已經將近30年 我覺得說作為一個醫生 作為一個醫者 我當一個院長 我覺得醫院的功能不是只有消極的在治療疾病 而是能夠帶給人們健康 這個健康是包括身心裡的健康 所以呢 我覺得說其實 我們可能醫院裡面 像我們原動醫療體系 有原動醫院 原生醫院 我們花了很多的心思 找了很多專業的團隊 建立了救命的設備 也提供很好的醫療品質之外呢 我覺得我們很多特別的地方 如果我也不能收邀請大家來醫院做作了 最好來醫院的時候是來健康檢查 我們是要預防疾病的方式 我們要促進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告訴各位說 我們在醫院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在醫院裡面有藝術的走廊 展覽很多的賞心 樂目的醫療作品 那我們也有一個綠色的光感 讓那個光線跟綠意能夠讓大家紓解心情 我們覺得這個都是有療癒的效果的 那我們原生醫院的大廳擺放了一個鋼琴 那個鋼琴不是擺在看的 是能夠定期的舉辦音樂會 把這個優雅的樂意來溫暖我們的病患跟家屬的心 那我曾經有一個患者的家屬跟我講一段話 讓我非常感動 他說他有一次陪他爸爸在後者的大廳等門診的時候呢 剛好我們的這個鋼琴呢 請來了一個演奏家 演奏了一段烏牙揮啦 這是我們台灣民謠 他的爸爸呢 就跟著本來有身體有很多的病痛 然後跟著這個烏牙揮的節奏邊哼邊哼邊哼 心情就很舒坦 他就跟他的家屬還有跟我們的同仁說 他聽到這個歌他的病已經好一半了 所以我覺得說音樂是有療癒的效果 是可以療傷止痛的 這我們經常在醫院裡面辦音樂會 我們希望說我們要的健康不是只有不要生病 而是能夠生心靈全面的提升才是健康 所以我在這裡我想我自己是個五年級生 我自己在求學的過程都是民歌陪伴著我 讓我在那麼高度的壓力下能夠舒緩心情 能夠順利進到醫學院 現在才有機會來服病快 那我也希望說這樣的一個心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還有一個很特別 因為我們原農業很特殊 我們喜歡做一些公益 我們也喜歡照顧弱勢 會在場告訴我們這麼多的鄉親夥伴 如果你們周遭有什麼平病弱勢 經濟上有問題沒有辦法 把這個就醫的話就到園榮 就到園生醫院來 我們都可以免費的去治療他們 那我在這裡也要提到說 我們這次的公益的演唱會 我們也找來很多我們在彰化的 他們以前在過去對我們國家貢獻了非常多的 一些榮民的老伯伯在這個地方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我們彰化了一下 我們特別特別 這些我們很多的榮民伯伯 公在國家 可是可能有一些 可能沒有子女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家來為他們慶祝這個父親節 我也希望說這個音樂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 走到過去美好的回憶 最後我們圓榮醫院祝大家 世世圓榮 圓生醫院祝大家健康一生 謝謝 謝謝